聽到鳴笛跑者們全都奮力向前衝 花蓮太平洋縱骨馬拉松開跑 其中這位選手最受矚目 帶著灰色毛毛笑得燦爛 她是52歲的黃庭紅 去年她才剛起跑沒多久 卻因為心肌梗塞 當場倒地松衣搶救昏迷不醒60幾天 這段期間三度裝上葉克膜 曾經一次打了七種抗生素 鬼門關前走一遭 今年強勢回歸 出院了之後還是要鍛鍊 順便也帶動一下家人跟同事他們 一起來跑 去年沒跑完的路 今年得要完成 不過類似的狀況 卻又再度發生在跑者身上 路線大約三公里處 有名跑者倒地昏迷 熱心的其他選手 趕緊幫忙CPR 他才成功信來 而附近救護站人員也馬上過來 監測發現他的血壓過低 血氧部足造成休克 幸好送醫後沒有大礙 太平洋縱骨馬拉松吸引了6000名 來自超過10國的跑者參加 而前陣子的太魯閣馬拉松 不計占物資不足 有人還去接膳泉水喝 因此這次主辦單位做足準備 擺上滿滿的補給食物及飲用水 讓跑者能夠安心參賽 TVBS新聞高中藍庭 歡迎在臺灣報導